来 孩子们看看例三 例三说在六乘六的方格表当中 用若干个由三单位方格组成的L型 就是这个型 短短的L型 是吧 还有若干型 若干个由四个单位方格组成的突字型纸片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纸片 这个图形出现过好多次 前三道题都有它的身影 对吧 当之无愧的主角就是它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目的就在于咱们刚才李一讲过的 因为它是所有的俄罗斯方块图案当中 唯一一个黑白染色以后 黑白不相等的图案就是这个 所以它的个性也很突出哦 所用纸片最少为多少张 并在图中画出覆盖的方法 最少有多少张 这个课题还挺诡异的 这回它没让咱们说染成还是染不成 它的言外之意就是一定分染的成 但是染成的方法多种多样 这回问你最少用几块能搞定它呢 OK 那咱们来看看 首先如果想用的块数最少 那咱们应该尽量多用大块还是小块呢 当然是大块用的越多 咱们所有的块数就越少 是这样子吧 当然 但是能不能全用这个大块把它覆盖完全呢 这就是例二的结论 在这可以直接用 有没有发现每道例题之间 它都有一个承接而且递进的关系 上道题的结论 咱们可以拿来这道题直接用 其实好多现在中考的压轴题型 几何题代数题都是这样的 它有好几问 两问或者三问 第一问的结论 答案就是第二问的方法 技巧 解题的钥匙 OK 同学们注意留心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哦 现在来说说看 如果全用这个能不能拼成六成六的方格呢 根据例二来说当然不能 因为黑白色块无法对等 对吧 它用九个它才能正好拼成 但是九个它根本黑白块不可能相等 那这时候再用几块有可能行呢 咱们要想让它尽量多 该怎么拼 OK 4乘以几 再加上三乘以几 最后答案等于一个三十六呢 咱们可以列出来一个方程 但是这个方程非常诡异 也就是4x加上它有x夸 加上它有y夸 4x加上3y等于 咚咚咚咚咚三十六 OK 看看这个式子同学们认不认识 当然有认识有不认识的 这个方程里面含了两个字母 却只有一个方程 它不叫二元一次方程组 它只能叫做不定方程 为什么呢 它有没有解不一定 有极足解不一定 这些解的正确性也不一定 也就是说一个方程含有多个未知数 这样的方程叫做不定方程 能不能解呢 当然能解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这儿x等于几 y等于几 教大家一招 邓点法 这也是解决不定方程 三种方法里面最普遍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倍数观察法 咱们的倍数观察 余数观察 尾数观察 以后都会跟大家慢慢讲到 先说倍数观察 三十六和谁有倍数关系呢 你会发现和四和三都有倍数关系 对吧 咱们随便找俩 三十六和四之间 有了直接的倍数关系 三十六是四的倍数 那挺好了 这个思路只说一遍 同学们看能不能记清楚 三十六是四的倍数 我写在他头上 四x不管x是几 它只要是个整数 也是四的倍数 对不对 那四的倍数加什么数 才会是四的倍数呢 说明中间这个三外 也是四的倍数 OK 这点能跟上吗 四的倍数 只有当他加四的倍数的时候 得到的结果 才会是四的倍数 那中间这个四 从何而来 三十四的倍数吗 不是 三十二的倍数吗 不是 三跟四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它们是互知的 对吧 谁也不认识谁 所以四从哪来 只能从Y里面来 说明这个Y 它一定是四的倍数 OK 你要能听懂这一点 那就好搞定了 Y可以最小的等于0 0是四的倍数吧 千万别拉到这一组 然后是四 然后是8 然后是12 然后是16 然后 一直往后写 对吧 所有四的倍数 在这看起来都行 有无数足解 真的吗 一起来验证一下 当Y等于0的时候 咱们想想 三Y也就是0 4X是36 X就是9 先把它所有的解都写出来 OK 后面呢 如果Y等于4 三四一 十二 这是12 这加上12点于36 这就是24 所以X等于6 OK 那继续往下 它等于8 咱们24 24加12 等于36 对吧 4X是12 X等于3 我会发现 X也是其一个奇怪的数列 它们都是等差数列 一个加4加4加4 一个减3减3减3 非常有意思 4和3 在这儿出现过 OK 奥秘无穷 后面咱们的不定方程 会细说它 今天只说 到这儿了 X肯定 现在不用想 先0就可以了 但是再想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当Y等于16 3乘16等于48 光这一个48 就把这儿冲死了 因为总和才36 你就管等于48 你还加谁去了 没法加 所以后面的解 通通不用想 因为出现复数了 只有这四足解 咱们来看一看 第一种方法 说L型的有0块 9块呢 全是这个 初字形 可能吗 相当体已经说过 不可能 所以这就解 over了 那接下来咱们试试 核最小的 它们的核是10 它们的核是11 它俩的核是12 也就是说 总共要用12块 11块还是10块呢 这道题说 尽量少 越少越好 所以肯定是 6加4等于10块 这个块数是最小的 从这儿 咱们把答案 数据 就可以写出来了 但是只有数据 还是不够底 因为咱们最终 还要你有一种方法 能够实现它 所以下来 咱们看看 实现的方法 就是这样 用了1块 2块 3块 4块 5块 和6块 6块 大的 还有几块小的 还记得吗 那应该是4块 在这儿 1 2 3 4 用了4块 刚好能拼成 6乘6 36格的正方形图案 是这样吧 所以咱们的拼接 就顺利完成了 同学们 看明白了吗 这道题用了一个 最直的思想 用了一个 不定方程的小工具 在解决这样的 最大 最小的问题的时候 发现 其实数型结合的方法 还是非常妙的 并不一定 只有在图形上 咱们能凑出 想要的答案 借助一些数学工具 你会发现 融会贯通 才是咱们数学的 真谛和奥秘 非常有趣